《灵魂百度》的第二季里有这么一个故事 讲的是一对相爱的恋人 为了永生分别吃下了一块太岁 虽说人是能长生不老了 但是这个副作用也永远的跟着他们了 男人一睁眼发现自己变成了心爱姑娘的模样 而女人则变成了一个只能靠吸食他人生命 维持自己美貌的怪物 那故事肯定是编的 但是这个太岁是否真的存在 以及它的作用却一直都是一个谜 据说这个太岁又叫肉灵芝 曾经被李时珍记录在《本草纲目》里 而新闻报道中不少的老百姓也都说自己见过太岁 就比如《走进科学》里边 在其名为《天价太岁》的节目中 生活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区的61岁老人 伊鸣江也声称自己捡到了太岁 那更神奇的是 在他捡到太岁之后 还有外地的药材商特意跑来他家 出价一万要把这块太岁买走 但是却被伊鸣江给拒绝了 他表示 伊鸣江张口就要100万 卖肯定是没卖出去 但是太岁在他家这个事 却被更多的人知道了 甚至连报社的记者都来了 想看看这个所谓的太岁长啥呀 起初记者看到这个东西 无论是质感还是手感 感觉都很像塑料制品 于是心里就开始打鼓 搅着报道泡汤了自己被骗了 不过抱着求真务实的心理 记者还是带着一小块太岁的切片 找到了相关的专家 结果令他震惊的是 经过鉴定可以确定 这个东西不仅组织里边有细胞 而且还跟传说中的太岁成分很像 有真菌存在 难道说这玩意儿吃了真能长城剥老 那不成唐僧肉的平屉了吗 话说当初唐僧要是带着太岁去西天 还至于被妖怪惦记成那样吗 发死了 东西成分跟太岁雷同是雷同 那我跟欧燕祖成分还雷同呢 那不也没长成一个样吗 可是到底是不是太岁呢 他们在节目里边最终也没拍板 而且专家经过鉴定其中的成分 还得出了一些结论 那就是关于这个太岁的药用价值 说什么吃了连癌症都能治好这些 目前来看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它本身含有的一些元素 跟瓜果蔬菜差不多 甚至某些元素过量了 对人体还有伤害 不过话说回来 就算是疑似太岁 对于一鸣江老人来说也没有啥损失 反正不管他有没有神奇的疗效 还是会有对他感兴趣的人 把他给买回家 那说到这儿 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故事 同样是捡到太岁 1818黄金岩里边 王先生的经历就比较着笑了 他说自己平时对古玩比较有研究 捡到这个黑糊的东西 立刻就搅着他谷歌惊奇 于是拍照发给了一家拍卖公司 结果人家告诉他 这是一块实态岁 市场价是10万块钱一克 那么这一大块大约是1600多克 也就是一个多亿 这么一笔 一鸣江老人那100万要的 还是有点保守了 就这来钱速度 捷到的见了都得哭着放下徒刀 王先生就带着这股喜悦的心情 先给拍卖公司付了5000块钱的服务费 把这块实态岁给上架了 很快买家真来了 说是愿意花几百万买下这块东西 不过要求是王先生 得先交5000块钱的保证金 那后续是啥 估计很多同学都已经猜到了 没错 王先生被骗了 不过好在东西还在呀 区区一万块钱 对于身家一个亿的王先生来说 嗯 问题不大 但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拉锡赶上打喷嚏了 记者怎么看王先生这块实态岁都搅着别扭 于是就找了专家给他做鉴定 原来这个号称价值一个亿的实态岁 真身居然是那种塑料的人体模特 王先生这礼外礼等于亏了是一个亿零一万呢 哈哈哈哈 行吗 那这期先到这了 我是刘老师 咱们下期见 好